脸不一样 但是手上的劲的走法 所以它一样都是这样 不一定 一个招式它是一种进入 它不是那个动作 听不懂 你说这样子才叫单边 或者这样子才叫单边 或者这样子才叫单边 你去看很多在看拳 他说哎呀 他们是这样练 我们是这样练 我们是这样练 都不对 外形不重要 是看你里面的东西 一种招式是一种进入 这个进入要怎么用 这一招要怎么用 不是在于那个招式动作怎么用 而是这个进要怎么用 要不懂 一个铝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不要固执在说 我的铝一定要这样子 我才是铝 所以我的动作一定是 手一定要这样子 不一定的 不一定 它是一个劲 它是一个什么劲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劲 顺着别人的事来的一个劲 所以这个是铝 是不是 可是当我在做的时候 这样也是铝啊 是不是 我做这样子也是铝啊 我做这样子也是铝啊 要不懂 我只要是这种劲 我是这个劲 就是铝 要不懂 所以不要被那个限制住 可是你们现在练拳 一定要照规矩练 你不能说 我的铝 我这样也可以 我这样也可以 我那样也可以 不行 一开始练 一定要照规矩 好 还有问题吗 太极拳 我不是讲吗 转折全都是逆啊 应用全都在逆啊 圆就是一样嘛 圆就是什么 圆就是 阴阳是什么 阴阳我说嘛 阴阳有 阴阳有 有 相随 阴阳有相推 阴阳有相击 是不是这样 阴阳跟阳同一个方向 是相随嘛 阴阳反方向的流动 是相推嘛 阴阳跟阳 反方向的击荡 是阴阳相击嘛 只要是一个圆 你做对了 这三个东西都要有 一般打人 是在阴阳相激荡 在这个点上面 一般练全 是顺的 可是我在顺的里面 比方讲到这边 我在这边顺的里面 我练出逆的 这里就是逆的 是不是这样子 这阴阳相谁嘛 这阴阳相谁嘛 阴阳相谁 到这边不是咯 到这边是阴阳相推了 它反了 反了 我如果到这边 变成这样子 阴阳相到 要不懂 我们练这个 也是一样啊 这是顺 顺的嘛 我们在练是顺啊 是不是 这都是顺 都是顺 把它推 把它推顺了 到这边 咯 顺里面产生逆了 懂不懂 那个颗度变成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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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圆要变成这样子 对 可是我们在练 我们不会这样做 那你自己要知道 你自己在推的时候 你要知道 所以它不是这样子推嘛 它不是这种推 它是有那个粘稠感的 是有阻力的 是有阻力的在推 晓得吗 所以练拳 自己给自己制造阻力 阻力是什么 就是相反力 一个掌出去 你褒西咬布出去 你如果就是这样 这样出去 它没有阻力 它就是顺 我一个褒西咬布 这个掌出去 我是 我这个掌出去 是有阻力的 所以我在练的时候 看起来是顺的 实际上是 有阻力的 腻的 这个东西 你自己练 你要知道 你看别人练 你不懂的话 你不一定看得出来 要不懂 所以我今天 如果不要教你们的话 我就穿那个宽袍大袖 宽袍大袖来练 你们就看得很飘逸 可是我在干什么 你们看不出来的 要懂吗 还有问题吗 所以你自己在跟自己拔河 你一个动作 可是不是用肌肉力 对 好 还有问题